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王毅战狼言论被西方专家嘲讽 上合峰会宣言 阻击中共右批巴基斯坦 台海局势紧崩 日本前高官点出中共不敢冒险侵台两大原因 晶片战升级 北京反击美国封杀 专家说反制到最后中共自己完略 俄族让茶壶风暴 雅格纳死灰复燃招风暴部队 评论说原行通缉效用成疑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王毅说欧美人无法区分中日韩 被西方专家嘲讽 在7月3日 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 在青岛举行的中日韩三边论坛上 对日韩来宾发表言论 说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 无法区分中国、日本和韩国人 引来多名西方专家的围观嘲讽 据中共官媒发布一段影片 王毅在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上 对日本和韩国来宾说 我们中日韩的朋友们 我们去到美国 他们分不清中日韩 我们可能去到欧洲都是一样 无论你将头发染得多金黄 无论你将个鼻整得多高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人 我们要知自己的根是什么地方 王毅发表上述言论那时 日本和韩国因对中共在印太的霸凌行为 共同担忧 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密切关系 同时日韩也修复历史上的分歧 彼此恢复关系 王毅的话引来西方专家的批评和周风 美国企业研究所印泰国防政策专家 赫辛格 周二发推说 在这个独立日 我特别感谢美国 事实上 王毅提到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 享有和任何土生公民相同的权利和特权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史密斯发推说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说给日本和韩国人知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人 讽刺的是 日本人和韩国人日日都在成为美国人 他们成不了的就是中共自下的中国人 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计划 高级研究员韦德宁对王毅言论更反感 他在推文中写话 我只可以说 这个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见过的中共外交官 说的最让人震惊 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 可似 美中关系专家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亚洲项目主任郭来仪 也在推特上回应王毅言论话 这个信息不会受到日本和韩国欢迎 王毅真是认为国家利益不给外表重要吗 美国外交政策雜誌副编辑柏 而没有在推特上说 中共外交官总是假设人家和他一样种族歧视 美国博音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 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 也发推华 王毅的言论又老妄又霸凌 不幸的是 这个只会导致更多分裂 上海峰会宣言 阻击中共 右批巴基斯坦 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 昨日以视讯形式举行 会后发布 新德里宣言 有观察人士认为 在印度掌握主场优势情况下 子女行间可以看到 评击中共和巴基斯坦的痕迹 上海组织高峰会 日前以视讯形式举行 邮轮籍主席国印度总理莫迪主持 与会会员国领袖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领袖门会后发布新德里宣言 提倡以相互尊重主权 国家领土完整 不干涉他国内政 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等原则 作为永续发展国际关系的基础 这份文件说 与会领袖支持透过对话和咨询 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歧见和争端 会员国同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在各自的国境内禁止入列的组织从事活动 新德里宣言也提到 会员国应避免宗教不包容性 激进民族主义 种族歧视和仇爱心理的扩散 有观察人事解读 相互尊重主权 不使用武力等内容 是印度暗批中国 反恐怖分即是印度平击巴基斯坦包庇和纵容恐怖组织 宣言中提到宗教不包容性的部分 观察人士认为是某些国家在回击印度 至于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即是印度对俄乌战争一贯立场 上合组织作为中俄发起的多边平台 在宣言中暗撑俄罗斯 强调单方面私家未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经济制裁 不符合国际法原则 并对第三国和国际经济关系造成负面冲击 另外宣言也提到 这个段落没有列出印度 显出印度并不支持一带一路的立场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窗户下 修建的中巴经济走廊 穿越了印度主张主权的地区 被印度指责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性 会员国宣布哈萨克接盘成为下一任邻直主席 又感谢印度作为邻直主席期间的贡献 台海局势紧崩 日本前高官点出 中共不敢冒险侵台两大原因 国际持续关注台海局势 日本前政治家欲习得一郎分析 中共目前存在两大问题 不敢轻举妄动 若发动战争 却打不赢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共产党都要下台 据自由时报报道 二年八十五岁 曾任日本防卫厅长官的欲习得一郎分析 俄乌战争对中共糧食政策很大影响 中共目前存在粮食安全和军力不足的两大问题 中共会增强对台民工武核 但不敢轻举妄动 若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话 习近平要下台 共产党都要下台 台日民间团体东京日台交流会近日在台北举行 针对台湾如何防备外来的侵略的议题 欲习得一郎二号受邀演讲时鼓励台湾 如果台湾人表现出保家为国的决心 全世界爱好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一定会来帮忙 自大学时代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欲习 对中国历史相当熟悉 他说中共在1949年窃国时 人口不到7亿 粮食致级率是8% 但现在中国人口达14亿 依赖进口粮食就有5% 若缺粮5%的话 就有7000万人吃不饱饭 欲习进一步分析 俄乌战争前 中共每年从国外进口3000万吨粮食 其中8万吨玉米从乌克兰进口 乌克兰过去是中共一带一路政策重要地点 习近平甚至想在乌克兰租用大量农地来生产粮食 俄乌战争爆发后 乌克兰粮食很难出口 大幅影响中共粮食政策 饿土皮不可以打仗 发动战争就要准备很多粮食 欲习认为若中共这个时候侵台 就会出现粮食不足问题 这个从中共近年来推行不浪费粮食运动 并全面禁止民间举办大卫皇比赛 也可以看到些端倪 香港知名企业家兼评论家员公然日前也说 中国经济已玩完 外资撤出 没钱就不可以运作 整个中国停滞一半 他还预计今年年底会有大批人被饿死 除了粮食问题 欲习指目前中共军事实力还是不足以发动台海战争 值得台湾参考的例子是美军攻打九州一役 当时美军拥有七十万人 三十艘航母三百艘军舰 却无法攻下首军只有二十万人的日本九州 而目前台湾首军约十七万人 中国只得两三艘航母 据此估计想进攻台湾至少要动员一百三十万至一百六十万人才得 晶片战升级 北京反击美国封杀 专家说反制到最后中共自己就完了 中共宣布8月开始对加 这两种稀油金属实施出口限制 由于这两种金属是制造半导体的关键物质 此举被认为是报复美国等国对中共制出的半导体禁令 由于美国财长耶伦即将访问北京 分析认为中共这个时候抛出这个回击措施 是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法广报道 中共商务部和海关在3日宣布一项新措施 8月1日起出口家者必须说明出口的最终接受方 和使用目的获得许可后才可以出口 中共当局说 这个措施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对此华尔街日报分析 日前美国和荷兰接连推出晶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新规 以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 令产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认为 中共这次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报复手段 关键金属研究机构董事会成员尼尔说 中共此举将对半导体产业产生即时的连锁效应 特别是在高阶晶片上 据欧盟委员会2020年一份报告说 8成的加产量来自中国 加是集成电路LED和光伏板中 是一种关键原材料 而这的8成产量亦来自中国 该元素对光纤和红外线至关重要 另外由于美中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清洁能源等领域竞争激烈 加这等金属不单只是半导体 5G基地台太阳能板的关键原料 加还被广泛应用在电动车 手机充电器和商业和军事设备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报告体 2018年至2021年 美国就有高达53%的加金属 自中国入口 由于耶伦将在7月6日至9日访问北京 是继上个月布林肯访中后 有一拜登内閣成员访中 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拜登政府为缓解美中紧张关系所做的努力 让双方在产生分歧时 将误判风险降至最低 华尔街日报分析 这个亦意味着北京在这个时候 制出关键材料出口限制措施 目的是以此作为同美国谈判的筹码 俄族让茶壶风暴 瓦格纳死灰复燃招风暴部队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兵便事件持续发酵 说7月不复存在的瓦格纳 首脑普利哥任再度突然发出信息 瓦格纳针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要招募风暴部队伸兵 隔日传出俄罗斯担心 瓦格纳正策划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在总统普京对内部展开大清洗 设法夺取瓦格纳商业帝国时 不同势力阵营持续释放信息较量 俄罗斯茶壶内的风波持续酝酿 推特账号Alex Chen在4日发文说 每日郵报称 俄罗斯担心瓦格纳集团正是策划 袭击克里米亚黑尺大桥 价值30亿英镑的黑尺大桥 被视为是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象征 这个消息突显瓦格纳兵变叛乱并未真正平息 对普京政权持续形成严峻挑战 无独有偶前一日美国金融时报报道 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哥人在流亡到白俄罗斯后 违背先前的休战协议 3日透过Telegram说 瓦格纳集团将继续招募新兵 职缺包括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作战的风暴部队 在俄罗斯南部莫尔基岳村进行三星期培训 普利哥人对俄罗斯民众喊话说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你们的支持 在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你们会在前面看到我们下一场胜利 而瓦格纳官员强调招募新兵和俄罗斯国防部 没有任何关系 普利哥人先前曾公开表示 7月1日起瓦格纳将不再存在 金融时报就说 普利哥人再次募兵的行动违背先前的休战协议 俄国当时透露信息显示 瓦格纳在叛乱失败后 士兵只有三种选择 要是与国防部签约加入俄军 要是各自回家乡 又或者追随普利哥人流亡俄罗斯 俄国国家道马国防委员会强调 瓦格纳除了不被允许继续参加特别军事行动 也无法获得来自国防部任何援助 国防部也宣称 瓦格纳将会将重型军事装备 而交给俄罗斯武装部队 不过目前的事实并非如此 普利哥任旗下媒体控股集团爱国者媒体 1日执无预警被关闭 评论说 袁洪通缉效用成疑问 港区国安法生效后 西方多国先后终止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 目前只有10个国家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生效 但当中并不包括8名被国安处通缉的海外港人 目前身处的英国、美国和澳洲 意味三国都不会因应港警要求引渡上述人士 港大法律学者教授杨艾文说 理论上被通缉者入境和香港还有协定的地区 所在地政府要回应港方移交请求 但他说 众多移交逃犯协定中定名 政治控罪是反对移交的理由之一 外国有可能因为这样拒绝移交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会成员汤家华 4日亦在电台节目中说 移交逃犯协定多数订明 政治控罪是反对移交理由之一 而按联合国指引 政治人物不可以移交 因此国安法在海外有法律效力 却会有执法困难 对于外界关注 港府会不会向国际刑警组织对白人发通缉令 自由亚洲引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 副研究员事件与的看法说 国际刑警组织基本上是按照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 去审查国会员国发出的通缉疑犯到底有没有犯罪 如果这些所谓疑犯只是触犯了一些政治要求 或他们的行为是在人权保障范围之内的话 国际刑警组织就会拨违或拒绝会员国发出的通缉要求 事件与又说 国际刑警对会员国无约束力 只是一种通知形式 即使发出通缉令 实质作用亦成疑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